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浮相救人 我是小正 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里栽种一些爬藤植物来打造花墙 但是种也种不好 感觉管理麻烦 病虫害多 而且总是养不出花开爆棚的感觉 今天小正就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养的爬藤植物 不怎么需要打理也能开口爆棚 耐赛 耐乐 又耐寒 就是这个风车茉莉 风车茉莉它在春天的时候 能开出很多白色的小花 花朵长得像风车 而且带有茉莉花相似的香味 这也是它名字的来源 重点是它的养护非常的简单 对养护环境的要求并不高 非常的耐寒 那一般能耐零下10度到15度左右的低温 在很多北方地区也是能安全越冬的 那北方的话有想要养护爬藤植物的 就可以试试它了 冬季入手重新栽种的话 经历冬季的休眠期之后呢 进入春天它就能很快的正常生长了 风车茉莉也是比较耐贫瘠的 肥料你少给了漏给了也不会影响它花开爆棚的效果 但是呢平时养护最好在冬季的时候给它施点冬肥 冬肥的话我们用有气肥或者缓释肥都是可以的 浅埋在盆土表面 冬天能恢复生长之后可以给点弹铃甲均衡的复合肥 注意薄肥停止有利于这个植株的生长 那风车茉莉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病虫害极少 不像爬藤月季一样 那动不动就出现各种病虫害 需要做很多预防和治疗的工作 那它在养护上呢就会更加的省心了 如果没有条件地栽做花墙的像这样子做盆栽呢也是不错的选择 像小镇这一颗一颗小苗啊经历了大半年的生长 现在也已经长大了很多地栽的话它长势会更好 一年呢能估计爬满大半个拱门 那今天呢关于这个风车茉莉